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烤肉时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食物 比较不伤身 第一个是啤酒 第二个是起司 第三个是可乐 我们先来问问布丁 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会选起司 因为我本身就超爱吃起司的 尤其是焗烤的那一种 是 那Juan呢 我也觉得是起司 因为起司应该算是一种食材 应该没有烤焦 应该就算OK吧 对啊 是 瑞希呢 我会选可乐吧 因为感觉可乐也可以去油腻之类的 没有喝太多应该是还好 还好 是 所以赖医师可乐跟起司都有人选 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要是我选我会选起司啦 为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好了 我一个意向下慢慢解释好了 第一个啤酒 啤酒其实我们最常见 大家都知道 我们常常喝酒吃肉的时候需要配啤酒 但是他常常会听到 常常有人喝酒吃肉以后 产生一个问题痛风 所以啤酒它也没有非常高的 瓢铃产生尿酸 那我们吃肉的时候 肉面有很多的瓢铃 加在一起水又喝得少 就会痛风跑出来 那第二个啤酒酒精的部分呢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起司的部分其实第一个 他有一个问题啊 就油脂的部分 如果说你是比较热量比较高 比较胖的人 你可能吃这个会比较有问题 但是第二个 因为起司 他是等于是细菌发酵过的一些油脂 所以有一些营养物质细菌发酵 会释放出来 我们可以吸收一些营养 那可乐的话 他的问题就是说 你不知道可乐的成分是什么 所以我们觉得可乐甜点很好喝 但是他其实里面 是有一些化学物质在里面的 甚至有一些带糖 所以喝的可乐 他其实热量也是蛮多的 搭配烤到其实也会比较适合 是 所以正确答案是二起司 主任这边 有没有要帮我们补充的 起司的话含辣量也很高 所以说 其实他可以把它看成调味酱来做使用 刚才讲说 除了我们刚才讲说水果酱的话 起司把它想成调味酱 就是有起司的东西 就不要再加调味酱 就不要再加什么烤肉酱之类的 对 那他是 刚才讲的细菌是有抑菌 然后大家觉得有菌 有抑菌 主任刚刚提到就是说 其实搭蔬果最好 那有没有哪一些是烤肉 绝对不要搭配的一个禁忌饮食 这边没有没有一个是 那个西式的乳酸饮料 很多什么什么什么多 什么多系列 什么美系列的 就很多小朋友 什么必师系列的 对对对对 尤其很多家长认为说 这个还算不错的一些乳酸饮料 含牛奶嘛 也是乳制品 那就会给 这时候也会变成一个饮料的来源 那酸酸甜的很好喝 可是这时候如果烤肉 不要说香肠了 其实因为香肠里面 有的会用亚硝酸盐 对 要保色 对 然后它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说很容易变成一个亚硝酸盐 就是我们的一个致癌物质 那整体来讲 我们都不会很建议这个西式的这个 因为它酸 它的含糖量就要相对的高 然后又酸酸甜甜很好喝 那又以为很健康 所以我们会喝很多 所以其实相对的时候是 我们尽量要避免 就是不要避免乳酸饮料之类的搭配 一个是西式的这个 这些乳酸饮料 还有就是那个香肠 刚才讲说 其实烤肉 香肠也是一个常被烤的东西 那香肠基本上 我们在食物分类上 是属于油脂类 你不要想到它有瘦肉 它基本上它就是整体是 它的肥 一定要放很多的肥肉 口感才会好 所以它是等于吃一堆堆的肥肉 你光吃肥肉是很恶心的 可是因为香肠的一个组合 让你觉得还蛮可口的 蛮好吃的 对而且烤肉 大家印象就是一定要搭配香肠这样 所以相对的那个香肠 你把它想成就是吃一堆 那一堆的油 一堆一堆的油 是 像赖医师我们很多人啊 就是烤肉啊 就像刚刚阿姐讲 很多通话从早烤到晚 到底什么时候烤肉是最好的 一般来讲 其实我会建议在早上吃会比较好 早上 因为早上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解释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过 因为你怕烤的东西会有问题 第二烤焦的部分 那食物新不新鲜的部分 那早上其实有阳光的话 你看了一清二楚 有没有熟 你是一清二楚 那第二个就是食材的部分 那当然你有冰东西 例外 如果说你没有冰的东西 你当然东西早上拿出来 也比较新鲜 赶快烤烤 就没事 最新鲜 你放到晚上 你是不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不知道 那第三个 其实我们早上吃一吃的话 你可能下午晚上去活动一下 吃些喝些水啊 吃些蔬菜水果 可以去一些油腻 所以会建议说早上吃会比较好 可是这样就看不到中秋节的月亮 对 我是想说中秋就是要会通常是晚餐烤的 所以跟一般人的想法是会比较不一样 但是就健康的观点还是早上烤的时候会比较好 瑞希听说你烤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晕眩 对我就是觉得每次烤完肉的时候会补太舒服 头都会有点晕 不知道是不是吃太饱还是吸太多氧化碳 是 赖医师 第一个 那个应该跟吃太饱没有关系啦 因为我们平常吃饱也会吃太饱 但是不会头晕木屑 那这个东西主要我觉得会跟它的碳火有关系 我们考虑用木炭 那刚刚就有些悬浮物质 有些硝酸盐啊 硫酸盐 你可能吸的时候不小心烤的时候会吸进去 那吸的量一定是比正常你在日常生活吸的多 那多了以后你造成你的呼吸器官 一些氧的释放会有问题 氧的吸收会有问题 脑的部分也是代谢会有异常 就开始有那头晕的状况发生 不过这很简单你只要回去 你不要到一个有炭火的地方 你可能过一阵就好了 多休息就好了 离开那个环境就好了 是 其实很多人烤肉会搭配这个消脂茶 或者甚至油切茶 到底是要在烤肉前喝呢 还是烤肉之后喝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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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